當然美國的選舉台灣不宜多指指點點 尊重別人家的社會跟民主的制度 至於說不同的候選人有不同的行為 比如說他也講過要去轟炸某一個國家的首都 那你要不要相信呢 他也講過說他一當選的話 他就要提高這個國家那個國家的關稅要從哪裡撤軍 那我才講說目前這一些我們就謹慎的觀察 我倒是比較擔心的是說 並不是這一些個別的story 他有時候講要轟炸哪個國家 有些時候講要增加水的關稅 我比較好奇的是也要探討的是 不管是兩位總統候選人誰當選 當選的人是不是依舊這個 了解台灣的重要性 了解台灣目前在全球扮演的 友善又積極又有貢獻的這個角色 這個是我比較期待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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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